難得請到兩位一起來對談 那接下來就請王老師繼續跟我們說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到現在就年齡了 當然我不是一個Spring chicken I'm an old chicken 那麼 其實我覺得 所有他的文章都不要看 就看他這幾首詩 就是千古人命了 經過得了 他在那個涅海晴天 他不是到那裡太虛幻境嗎 不是看到兩邊有兩個對聯嗎 他這個對聯真的是 我每次想到 我就想 怎麼會從腦子裡 就像莫子 他怎麼會想出這些字 我們都知道這些字 他擺在一起 那個因應啊 格力啊 他的那個message 他想要表現的 是在泰文 他頭一開始 他先是 就是我們中國寫 中國人寫文章 喜歡先把大天地 然後人再不再天 所以他先是天 是後地高天 你看他整本書 他是替女人說話的 所以他先講地 再講天 他是後地高天 勤探勤探勤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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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看了頭一句 它下臉怎麼對 它的功夫來啦 下面就是吃男怨女 因為前面是陰 後地是陰 高天是陽 下臉就是先是陽 再是陰 它有平衡的 吃男怨女 後跟高是好的 但是第二句 它是吃男怨女 就是有了這個情 剛剛憲永說了 永遠報仇不了 下面 可憐啊 可憐 所以它對人就有悲天憑人的感覺 所以我說它寫的 小的時候我看了覺得很討厭 現在人老了 再看也覺得它很可憐 像習人也很可憐 它要保住它的地位 你想 你們想 她要是做了 她的寶玉要是討了待遇 她還能過日子嗎 可能 因為她假要碰假呀 所以她要 她這個習人一定要心裡想著 希望寶釵做的呢 所以寶釵這樣一位大小姐 她跑去給寶玉做渡兜 不知道各位記得不記得 夏天 那一場啊 是 我看了簡直是 我是笑死了 我說一個大家的 那個 所謂的黃花大規模 怎麼給一個男人做渡兜呢 而且是鴛鴦戲水 這個東西是 這是曹雪晴在批判薛寶釵 可是她沒有說一句不對 她讓你自己琢磨去 我到大了我就說 哪有聽說一個女人跟她眉部相干的 而且是一個同地位的 她是她的表姐 所以是跑來給她做 給表弟做渡兜 而且那個渡兜是鴛鴦戲水 這是不可以的 所以她用這種手法 她下面是難願意可憐啊可憐 這個楓樂就是琴啊 向上面一句琴 下面一句楓樂 戰咱仇 就是剛剛先用的仇 永遠仇不了 抱不了 但是她在格律上在看 除了她這個選字 她的意思 那麼樣的完美 她的那個瓶子 就是那音樂感的 因為中文是音樂和圖畫的結合 所以她這個瓶子 古時候 現在啊 如果大家提瓶瓶子瓶子瓶 就現在好像用老虎懂 誰懂這什麼玩意 其實瓶就是陽 瓶就是陰 它要有一個對比 才好聽 就像音樂一樣 你那個 貝多芬的音樂 它那個最有名的五號 邦邦邦邦邦 邦邦 它有個六一 它如果是邦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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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成五號嗎 不可能的呀 像我們中場經戲 勸君王 八王別姬 她勸 勸君王 她要有高有低的嘛 所以她這個 你看她的瓶子 這這瓶瓶 瓶子這瓶 瓶子這瓶 瓶子這 它是同一句 下一句 瓶瓶子這正好相對 所謂對面 下面是 這瓶瓶子這瓶瓶 它就陰陽格律到頂點 而且它能畫在這個文學 這意境裡 它就是不得了的功夫 你想 它下筆用字 它要想多久才能夠 弄得又自然 又活 又還合這個規律 下面一個 它不是對面 它就是黛玉要出來了 我就說了 音樂就起了 就像 剛那個Scar of Heart 要出來了 後頭音樂就來了 就有一個東西 它出來覺得很悶 因為它知道寶玉在那被馬道婆跟趙姻娘害了 我最喜歡的人物之一就是馬道婆 精彩 誰的精彩 她早上就站在 因為她是個大小姐 她不能自己第一個跑去 所以她就看院子裡 沒有人去 她覺得奇怪 她後來就看到有人過去了 然後她自己就 她說 信步 信步走到園裡 她說 四顧無人 她前面是 四顧無人 一看 很安靜就來了 只有音樂就起了 她說 花光流雨 鳥語犧牲 就配合她的這個 但又要出來了 出場 她這個瓶子 瓶瓶瓶瓶瓶瓶 對的是 瓶瓶瓶瓶瓶瓶 你說這種能夠結合格律跟意境的美 跟文字的美 跟詩意在一起啊 這個曹雪芊是我們中國的一個 她才是一個大師 是國寶 現在國寶大師這種詞啊 亂用 大家都說 關我 有一次啊 我跟你說 我到達德會 去演講 有一個非常好的 年紀很大的一位老太太 年紀很大 跟我現在差不多 她看著我 她排隊 那我當然先跟她說話 她就跟我說 她說 你是我們的國寶 她對我說 我聽到了 但是我不相信 我說 你說什麼 她說 我說 你是我們的國寶 哎呦 我說 恐怕你搞錯字了嗎 我是國寶 我最不能夠聽這個 因為我不配 現在 無論什麼 都是大師 都是國寶 這個曹爺爺 我管曹雪芊啊 叫曹爺爺 國寶 張愛玲啊 叫張大奶奶 我不要直呼他們 這個曹爺爺 他來啊 他這個也不是做詩 他就是寫文 然後 寶玉啊 他覺得很悶 就隨便在花園裡走 一抬頭 看 就到了肖像館 你看他們兩個這個心靈的呼喚 用得肉麻的白話 心靈的呼喚 心靈就走過去 然後 抬頭一看 鳳尾聲至浓淫細細 它裡頭就點了 戴玲是鳳 他是龍 就龍烹的Й 然後 再看它這個貧泽 seç著 貧 vender 他不是在寫詩 也不是在寫對連 它自然而然地 它就有個音樂感 再說最後一連 是我最喜歡的對連之一 石湘瑩因為她的背景 她的性格 所以她看見一個鶴 從水塘裡飛起來 她馬上就連下來 她說寒唐度鶴 當然寒唐是指人生的路 不好走 就飛了一個人 她最後是一個人 就說度鶴 她是一個也鶴 孤雲也鶴 在那裡跳到 已經點出了她的生死 就五個字 有那麼美 那你想想看 連黛玉都說 哎呦 這個死鳥啊 倒是助了你們失信 後來鄉雲說 天晚了就不要吧 我們就明天再 你想想 明天再給我 但你哪裡肯服輸呢 她馬上就說 你再等等 她一下子想 她就嘴裡就出來了 她說冷月 葬化灰 你看 和於和她的身份 和她的結尾 最後她是怎麼告別這個人生呢 而且她用一個杖 對那個度 度她還是超度 可是那個杖就死定了 她那個字也特別 特別讓人傷心 上面是草 底下是死人 是葬在底下 她是冷月 葬花灰 她第一個是寒冷 寒還沒有冷那麼冷 所以她更近 而且表現她的性格 而且表現了 所謂的草蛇會獻 她是用把這兩句點出了他們的結束 用何等的一種手法 用詩意 用文學來表現 而且她的這個韓唐不恨影 是平平折折折 第二句 她是折折折平平 所以我打定符號 應該是折折平平平才對 可是五言絕句 第一個和第三個字 是可以不對的 我這兒做一位 各大一位王老師 坐在這兒 她是對中文師博學是好得不得了 所以我就 我要特別要祝 在五言絕句和連句 一三兩二字 可以不對 所以她這個 還是非常合格率 她沒有錯 如果你們覺得 第二句應該是折折平平平的話 當然可以 可是我覺得她因為要喜歡 這個藏這個字 所以她第三個字 她可以在寫古詩 一和三是可以不對的 寫七言 一三五是可以不對的 所以這個我就覺得 她在這個詩歌上的造音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不能再多說 我就只能幾個連句 我覺得 我看的時候 實在是覺得非常震驚 是所謂動人心 我就覺得看了我特別感動 所以我說我今天 就扯出來跟大家 所以我說得不好 希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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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興趣 就是我對她的詩子 有什麼看法 到底 待望是 叫詩子叫那麼多臉 功底是厚的 功底是厚的 我只補充一個地方,我看的也是關於吳曉禹詩詞,最動我心的內地劇。 秦文史,秦文對寶玉來講,不光是個丫頭,也是黛玉的分身。 曹雪芹在塑造人物的時候,他不光是一個人,他還有很多mirror image, 鏡子樣的,一個是黛玉,他有秦文,還有靈觀,還有五兒,這些都是眉眼像靈妹妹的。 秦文史以後,對寶玉是很大的刺激。 他七十幾回,七十五回,整個墓就轉掉了。秦文史以後,寶玉就快樂不起來了。 我覺得這篇記文有點像記戴玉。 她寫這一篇記兩個人。 對,我正在講這個。 秦文史的姓名很… 那一天,她爸爸叫她去賈政,要她跟賈桓,她的弟弟,還有賈蘭一起去。 叫她們作詩。 怎麼呢? 有這麼一個傳說,一個故事。 《橫王》,就是一個故事裡面的《橫王》。 她有幾個妾,成為了好色。 她有幾個娘子軍。 林氏娘有一個,會武藝的武藝。 而且她下面帶了一群娘子軍。 後來橫王被敵人圍剿,就死了。 其他的成者投降,唯有林氏娘帶了一個娘子,就衝出去,要殺敵。 當然打不過,她也殉主了。 她也寫了《規劃將軍林氏娘》。 好好的。 接下來,她心裡變得很傷心。 秦文死了很傷心。 她就有個小丫鬟。 她就問了小丫鬟。 秦文死的時候,秦文也死,留什麼話沒有。 她說,那個小丫鬟亂講一頓。 她說,秦文姐姐告訴她,她要當芙蓉仙子去了。 她成仙了。 她心有所感。 所以她就做了一篇《芙蓉蕾》。 《芙蓉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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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篇才是寫情文,那篇才是寫情文,後面是講待遇,前面是寫的很有道理 前面那個情文也是護主,為主人殉祖,情文也是為殉祖 前面的規劃將軍像情文,像個將軍一樣,那個才是寫情文 這個呢,其實講的是黛玉,好,這位朝鮮人真不得了 這個時候黛玉已經慢慢地看,冷月障花魂,死亡的症状都錄出來了 這個時候呢,他寫了記憶他,記憶都講了半天了 那個小丫鬟,他們也跟兩個小丫鬟一起,他在寫的時候 突然間,後面的芙蓉花,這是木芙蓉啊,不是水芙蓉,木芙蓉 芙蓉花後面走出一個人來,那個兩個小丫鬟說,哎呀,有鬼來了 他以為情文復活了,黛玉出來了 黛玉說,這個transfer,一下子從情文那邊就傳黛玉上去了 黛玉就說,哎呀,你長篇大論的,好像跟曹兒悲一樣 我自己聽了聽句,開始有點諷刺他 我聽了什麼,他說,洪霄葬你,公子多情 下面才說,洪霄葬你,公子多情 他說,這個熟得很,洪霄是蜘蛛熟 他說,我們這個,不是這個,住的地方 那個紗,窗紗,是甲母給黛玉的 淺紗,紅色的,叫做藏意紗 透明的,很漂亮的,黛玉是房間的 他說,你為什麼不用淺,淺紗比洪霄 這個紗比洪霄已響得多 後來,寶玉不好意思因為她講的是情文 這樣吧,他就改成你,你來祭他吧 說:「淺將窗巷,小姊多情,黃土隆忠,壓反國命 那个黛玉说,等着子卷死了我再来写这个 好了黛玉说,我有了 我在教的这个时候,我心里有点... 《浅霞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龙中,亲和伯命》 这个亲子,就指了这个黛玉,黛玉一听,脸色变了 不光变色,还马上磕起来了 你想想,刺激有多大 等于记黛玉,黛玉死了以后,他写不出来了 因为他的玉丢掉了,他的灵性没有完 所以这个时候老总已经写好 所以这个团品真不得了 这个时候已经写好记黛玉了 你别忘了,这个宝玉生日的时候 他们给他一起记黛玉 就是那个花签,抽了什么花 黛玉一抽,芙蓉花 所以芙蓉里记的是黛玉,不是秦文 秦文是前面那个规划将军 两篇记文同时出现 一个记秦文,一个记黛玉 这个记黛玉的时候,他设计得真好 从芙蓉花里面走出来 你看,这个是芙蓉仙子 可不就是我们的曹爷爷 就是,怎么想到从里面走出来 走出来后,大家就哎呀,秦文的鬼 所以他用这些词,用这些词,用得摘好不过 是都有深意的 那么分析起来,我觉得可能我们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再讨论最后一个话题 因为这个话题也是两位非常感兴趣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后四十回 有人说这个后四十回应该是出自曹雪芹之手 说高乐他们只是进行了编辑 那也有人说高乐续写的 但是到底是谁写的? 它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或者说一个理想的续文? 其实争议有很多 那两位也谈一下你们 我没有什么感觉 我看了,我一直有这个想法 我一直看了这个,后四十回我也很仔细看了 当然,他们现在后四十回有些前后照应不到的 这个可能的 因为第一版本这么多 第二呢,他说这个比调比风 有点不太一样 我想这也很可能 因为前面八十回写的是《甲斧之圣》 那你的词句,迟早一定很华丽 后四十回是写《甲斧之摔》 那你的比调方面 当然要比较消淑一点 这是很自然的 这是情节的需要 第八十一回很重要的 有一个地方带着细节 大家有点忽略过去 保育大冠原败落了 死的死,走的走的走的 那个年龄村二姐 二姐也嫁得愿不俗 保育很伤心 这个月死了,那月通通散掉 他回到戴映那边哭了一阵子 两个人都很伤心 他回到怡红院的时候 他就拿了一本书一翻 古时候的一个文集 一翻,一翻 刚好是翻了哪一字 他真会用 用的是曹操的短歌型 一翻 一翻 对酒单 你看 曹操 横索富士 在赤鼻那边 三国演义这么讲 他可能不是那个时候写的地方 三国演义这么讲 横索富士的时候 我们的曹操将军也突然感到人生的那种虚幻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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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我要用两个战 苍凉 潮燥 的那种 对人生的感悟的苍凉 这个时候保育 有 所以后世社会的 mood 一下子转了 困 öz 跟保育成长 内心有苍长感了 所以他用這兩個對酒當歌,人生集合,比如照路去日裏多。 他用短歌詞裡面這個mood來形容寶玉。 所以湘斯斯科是這種風格,所以一直下去。 所以前後,他是要轉變的,因為他情節轉了。 第二,我仔細看過,有人看文字,我說最難的是人物的口氣。 前面把人講話這樣,後世是說換一個作者,我就絕對學不出來。 絕對模仿不出來那個語調,口氣語調。 王喜鳳姐、賈母啊。 他都模仿不出來的,但前後是通的。 其實呢,陳以本、陳甲本、陳以本。 他前面的序已經講得很清楚。 陳委員說,他在很多收藏家裡頭,找到了二十多卷。 有一天呢,他在古旦上面,又找到了十幾卷。 重金買下來。 但是呢,因為這個裡面呢,稿子的殘權不全。 所以他們兩個人呢,修補了的。 這是他講清楚楚的。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鐵證, 直接的證明說他們兩個上網。 我就寧願相信他們兩個人,真的。 因為你找不出來。 胡適,一口咬定他們兩個人,高二是唯一座。 他就從一首詩裡面講他, 說是高二的朋友、親戚,一首詩唯。 說他是高二補的。 這個補字,可能是補血,也可能是修補。 到現在為止,沒有鐵證。 說他們兩個人撒謊。 我在想啊,從1791、1792年到現在,也有這麼久了。 當時,他出版的時候,一百二次出版的時候, 曹友清不過死了三十多年。 當時就有好多紅迷。 當時的紅迷那麼多。 如果他們覺得高二是撒謊的, 那還不群起工資。 他們還不客氣。 罵了,罵到了。 那還等著胡適來講。 等著一百多年後,胡適再來說。 老早,我看是群起工資。 而且還有,這兩百多年來, 大家看這個紅迷那麼一百四的, 都感動得不得了。 如果他真的像他們講得那麼壞的話, 這本書根本就不可能成立。 所以我覺得,前八十回千頭萬序, 怎麼可能有另外一個人, 怎麼可能有另外一個人把這些線索通通接起來。 我可以舉出很多細的細節。 要舉一個好了。 鴛鴦大家都記得吧? 鴛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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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鴛死了。 怎么还可能 因为他会有道理的 英文表述上很干劣的 为了要做骨子 要出事 所以这是他的自杀 他有道理的 我是因为先有这些话 我对后的时刻也觉得好一点 他都很高兴 所以他这些细节 他都会注意到好多细节 所以我想换一个人不可能的 还有大家想一想西方的那些经典小说 有哪一本是两个人做的? 没有一本 没有一本说是两个人合作 两个人合作 如果两个作者都是一样高 他为什么要听他的? 他自己写自己的一定的 如果那个作者比他低 那你写不到这个程度 所以不可能的 不可能像《红楼梦》 那么复杂的东西 修补可能的 修补可能的 比如说是他自己做的 而且周车仲 他有同学家了 他们在威斯康辛 他们用电脑 他手下的那个学生 比如说是博士 陈斌掌 江啃确 用电脑 把前发出后智慧 那些字通通通给他算出来 算出前后的差异不大 前后用字的差异不大 而且周车仲算了一算 高二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在写后世之围 只有两三个月 两三个月写后世之围 那么大本事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所以我认为 这个后世之围 还是《红楼梦》的原稿 但是是他们修的 他们修的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好 谢谢 这三个小时 谢谢 谢谢 谢谢您的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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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请各位 暂时不要动 稍等一下 我们还有一个节目 暂时不要动 这个节目 我们两个合备的同学 先有 所有人的感情 觉得 一定要开会 我们第二个 终身经济成就性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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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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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做得好 好 《Lifetime Achievement Lord in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nd Performing Arts》 Kenneth Jian Yu-hai, October 28, 2017 Thank you